你會往左邊稍微繞坐哪 來幫你 跟他說Elly找椅子 Elly找椅子 你會發現他底下 那你借一下你的右手 往前面那個 再往前面一點 走到椅子 蒙珠眼睛體驗 導盲犬帶領的感受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 與惠光導盲犬學校交流 感受盲人的不便與需求 同時了解台灣目前 導盲犬環境推動情況 其實現在相關 不管從住宅法 或是生權法裡面 都有所保障 也定了相關的一些規定 也都是相當的進步 但現在差別的 就是在整個的一個 觀念的轉移 社會怎麼樣能夠更了解 那我們在政策面 如何更友善 來做這件事情 我相信這時候我們需要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確實以台灣來講 我們現在大概是30隻 40隻左右 是比較少 那所以未來怎麼樣能夠 更多人加入這樣子一個 捐款的計畫 讓這樣的一個導盲犬 能夠收到更好的照顧 我常常在講說一個政策最主要是要照顧到人 那身心障礙的朋友是我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那怎麼樣三代導盲犬就能夠加會在我們身心障礙有視障的人的身上 那像剛才我這樣把眼睛遮起來算一小段 但是就感到徬徨無助了 但是有導盲犬的幫助的時候心裡就欣欣就健康 就從剛才我們的朋友在電視 在裡面在講的就是說 他不但可以幫助到身心障礙的人 身心障礙又可以去幫助身心障礙的人 那這樣把愛傳出去 所以在社會裡面大概有幾個 一方面要幫忙宣導 剛才講說事不宜問 就是他開始在工作了 就不要去亂摸他 不要去撫摸 不拒絕不呼叫 不撫摸 還有要主動去詢問 這些都應該要積極來推廣 那我相信在輝光裡面的幫忙之下 未來這導盲犬一定會越來越好 那未來如果我當市長 我要怎樣加強勸募 加強的一些工作 這我一定會來做 輝光導盲犬學校秘書長陳雅芳也表示 目前市長者對於導盲犬 還是有一些保留的觀感 包括照顧導盲犬 他們正努力讓其他市長者 了解帶導盲犬的方便與優點 另外像是餐廳業者 房東 雇主 也會對於市長者帶導盲犬有疑慮 希望能夠加強宣導 讓整體環境對導盲犬與市長者 是一個友善的環境 今天很開心就是來到這個現場 那做一個導盲犬相關的宣導 那我們也蠻希望說因為現在 其實大家對導盲犬的認識 是普遍比較都知道 也比較友善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未來的政策方面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市長者的一個居住 跟一個就業的一個是不是有一些措施能夠去鼓勵 包括說一些房東 或者是說一些他們的可能的僱主 用什麼樣子的這個方式來宣導 讓他們能夠願意接受市長者跟導盲犬 那他們的環境能夠更沒有障礙 這個部分是我們蠻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看到的 那其實我們一直在宣導說就是 導盲犬的培養非常的不易 所以大家其實如果對於市長者的關心 跟導盲犬的關心的話 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來做一個改善 我們剛剛提到說其實現在在台灣 大概只有現役的大概只有30幾隻的導盲犬 但是市長者大概有6萬名 所以一個100比1的比例來講 其實大概會需要到大概將近600隻的導盲犬 才是一個合乎一個大概國際的一個比例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很希望說在不管是在一個經費的挹注上 或者是民眾對於這個關心跟支持 包括說經費上的這個贊助 或者是說一些導盲犬的一個養成上的一個寄養的志工 來做幫忙跟我們的一些觀念的推廣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有一些友善的商家 可以來放一些我們的宣導的一些文宣 或者是一些捐款箱這些都可以 不管是小的力量或大的力量結合在一起 都可以讓導盲犬的培養更順暢 那也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惠光導盲犬學校 是台灣第一個培養導盲犬的機構 所以它等於是創始的一個機構 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久的段時間 那早期我們家也是寄養家庭 就是小狗來的時候要先學習一些社會化的過程 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跟我們的惠光導盲犬學校 來聯繫 成為這個寄養家庭 那除了這個幼犬可以寄養以外 他在服役完之後 就是說他工作完以後 退休 他退休以後也需要寄養家庭 現在蔡英文總統的官邸有三隻導盲犬 就是當時的這個 他卸下工作之後 退休之後的寄養家庭 歡迎大家可以共襄盛舉 陳時中提到 怎樣能讓更多人加入捐款計畫 讓導盲犬受到妥善照顧 進而實際幫助身心障礙人士 是推動相關政策非常大的重點 承諾若當市長會建立友善環境 加強宣導 讓大家了解導盲犬的功能 對社會的幫助 以及對生長者的需要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